2022年韩国最刺激的科幻恐怖新剧《命运连结》 它终于来了 由鬼台导演三尺虫使指导 故事场面极具震撼 悬疑惊悚的情节让人无法自拔 地球上出现一种不死新人类 就算断枝也可以再生 话不多说 赶紧开台 男主宋哥在深夜下班的晚上 被当地有名的黑道拦住去路 不曾想几人并不抢劫财物 他们只是想要宋哥身上的器官 紧接着 宋哥就被送到一处黑诊所 用一老头检查了一下 确定宋哥处于昏睡状态 就直接拿起手术刀对准宋哥 就开始开膛破肚 没过一回 老头就摘下了宋哥的一对眼球 老头总感觉身后的眼球在盯着自己看 坏脾气的老头便把他们调转过去 不料再一次回头时 那双眼睛又一次直勾勾地盯着老头 老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正当老头百思不得其解释 一通电话把老头吓得半死 他骂骂咧咧地走过去接起电话 打来电话的人正式买主 对方告诉老头不再需要脚膜和肝脏 老头气得要死 殊不知身后的宋哥的尸体正在发生电话 胸前的伤口正在伸出无数的触手 快速地把伤口复原 恢复过来的宋哥从手术台上缓缓地做起身来 慢慢地走下手术台下 刚通完电话的老头也被里面的供给吸引 转头过去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只见复活过来的宋哥在不停地翻找自己的眼睛 老头看着眼前的一幕再次刷新了他的电视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慌乱之中 宋哥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后背 立马转过身来 凭着感觉找到了自己的眼睛 此时的老头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抱 紧接着 眼球也伸出了红色的蜘蛛 快速地回到眼眶里 第二只眼睛还没来得及安装 被老头的叫声惊吓到的宋哥真在想 慌不择路地破窗而出 自从失去右眼以后 宋哥时不时地感觉到右眼眶伤口传来的剧痛 随着刺痛袭来 宋哥通过右眼看到了另外的景象 难道自己的右眼被移植到别人的身上 这天 宋哥在废品回收站附近 撞见几个小混混正在欺负一个老头 胆小怕失的宋哥本来想要装作没看见 但无奈几个小混混越来越过分 宋哥还是撞起胆子上前护住老头 掩护老头先走 自己则独自留下来对付混混们 没想到很快就被小混混们打得连滚带爬 而小混混更加过分 直接拿出小刀在宋哥面前不停地比划 宋哥也干脆心一横 面对混混的攻击也不躲闪 刚刚割下自己的耳朵 真到动真格了 看到宋哥空洞的右眼眶 混混也直接被吓破打了 直接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 混混走后 耳朵和伤口再次伸出红色触手 再次完好的复原在一起 与此同时 宋哥所在的城市正在发生多起匪夷所思的命案 赶紧艾特你的冤种朋友来看